各位网友大家好 又来到Way World Journal的时间 上一集,一个星期之前 就讲关于澳洲和纽西兰的两个总理 最后都是达成一致共识 纽西兰最后都是要归队的 今个星期就讲最大的一宗国际新闻 台海、人泰一宗新闻 就是美国的代表团 今次就在旋风式访台 牵涉几个话题 当然就是台海的关系 台美的关系 和台湾的疫苗 或者疫情也是很大的一个新闻 话说 台湾最近都是疫情大爆发 所以蔡英文政府是备受极大压力 所以蔡英文和陈时中的民望都跌得很厉害 其中牵涉两个话题 第一就是防疫措施 防疫措施也会影响到民生的问题 一影响到民生 民望就一定会急跌 作为一个民主国家 第二就是疫苗的问题 之前因为台湾疫情控制得好 所以不是很愿意打疫苗 这也是很合理 福是和所以 所以一爆的时候就发觉不够疫苗 而且接种率很低 之前有疫苗的风波 当然就是中国 我们的福必泰就够准备了 你一开始我们的疫苗就会帮你了 这就已经到一个政治问题了 蔡英文就陷入了两难局面 如果他要这些疫苗的话 他在政治上就被中国的计谋 入了位置 但如果你不要 那你牵涉到民生的问题 你是不是视市民的生命安危于不顾 那时我就说 这个对于蔡英文政府也是很大的考验 但不是很难拆 你自己拿着台积电和半导体 你只要跟美国佬去扮演 你快点给我疫苗 其实台湾也不是要很多 而且是二千多万人口 我说蔡英文的话 你会跟美国佬说 现在我受不了了 你快快吹吹 给我一百万剂 六月前 然后九月再给我五百万剂 那我就有交代了 如果你够霸气的话 你直接就说 如果六月尾之前没有一百万剂疫苗 我蔡英文立刻下台 那当然啦 蔡英文就不会这样做 但是 结果的事情发展 就和我所预视很接近 首先 日本就先给了一百二十五剂 好像大约是一百二十五剂 一百五十五剂 一百五十五剂 不记得了 过百剂的疫苗 因为日本本身是有很多的 他的阿斯利康 之前为什么会买多了 或者不能用呢 就是因为他有可能性的血栓问题 他不能用工费去买 但是其实英国自己都在打 那就可以给台湾 好了 近日美国代表团再访台 给多七十五剂疫苗 蔡英文政府 这件事 可能会帮蔡英文政府 拿回分数 扭回形势 这个当然是政治操作 看看操作得好不好 这一刻就是坏事当好事办 对于最后成功访台 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 但我们先看看过程 6月6日 旋风式访台 今次要对比上一次 待会再对比 今次是三人行 大家看到了 有三个 坐在中间 有三个都是议员 坐在中间 这个就是Tamil Dugworth 三个都是参议员 一个就是苏利文 Scott Sullivan 这个不是Jack Sullivan 不是国家安全顾问 是一个议员 第三个就是Andrew Coons 这个是非常之重要 其实三个都很重要 来搭C-17的军方专机 美军的运输机 美军运输机 6月6日的早上7点 抵到台湾台北的重山机场 逗留大约三个小时之后 就闪了 当中宣布会捐赠75万剂新冠疫苗 这个就是这个过程 我们如何分析这件事 首先 上一次的美国访台 就是非官方的访问 4月16日 4月16日的时候 也有三个人访台 第一 Christopher Dodd 一个是Armitage 一个是Stainberg 那时候 第一 三个都是前议员 两个是前副国务卿 但是也很有意义 第一 就是因为美国 虽然他们三个 现在都不是官职在身 但第一 他们都是前的官员 前的参议员 第二 Christopher Dodd 是拜登的超级老友记 直接称之为 是他的代表 去跟他谈谈的 另外两个也是跨党派 曾经在军部 有个职位 所以当时去到之后 已经有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美国 是要跟台湾的伙伴关系 去到今次 6月6日今次访台 大家要留意几件事 第一件事 这些美国的代表团去台湾 经过第二次之后 第一 一定是跨党派的 一定是民主党和共和党 第一个message 就是跨党派 支持台湾 美国支持台湾 已经不再是一个 以前民主党和共和党 操弄的议题 是一个跨党派 一个国家层面的情况 第二件事 今次三个 都是除了参议员之外 另外也有特别的身份 就是其中两个 是军事委员会的代表 一个是外交委员会的代表 这个就重要了 就是这个 美国和台湾是牵涉 军事和外交方面的 除了口头会支持 也会有人来支持 实质上是怎样支持呢 这三个人 其实是经常都支持 一些有台法案 什么是有台法案 比如 外交小组里面 出现一个台湾保证法 台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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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位人物 这几位人物 都是提案人之一 不同的 友好台北的 议案的提案人之一 所以这三个 虽然跨党派 都是实质上有提案去支持台湾 这个就非常重要 第二 亦都是 这个第二 第三 是继续有拜登的 类似密使的身份 上次是Christopher Dodd 今次是Andrew Kuhn 就是右边 先介绍一些人物 最左边就是郭英杰 就是美国驻台代表 左二就是吴超洩 就是台湾外交部长 中间那个 中间那个就是 Tamie Dougworth 他是一个亚裔参议员 出生在泰国 然后最右 就是Solomon 右二 就是Andrew Kuhn 那Andrew Kuhn 有什么特别呢 原来他曾经 是 被拜登 是想找他做国务卿的 即是不是这个 Antin Binklin 但是法国实在 骚扰他在参议员里面 他觉得他帮他滑船 所以就留在他参议员里面 但是在拜登 被称为 对于拜登来说 是非常之重要的一个老友机 那就是说 又有拜登老友 这是第三个层面 好了 第四个层面 就是今次 很重要 为什么有军事的委员会呢 就是他这次第一次 是坐美军的转 这个运输机 这个真的是美军 而这个C-17 是第一次降落 在这个崇山机场 有好几个意义的 第一次 这个C-19 是什么战机呢 他是美军的运输机 美军运输机有三种 主要的三种 最大的一架 就叫C-5 最大的C-5 很贵死大的 OK 这个C-17 就没那么大 但是呢 是非常之灵活调动 它是在全世界美军 和不同国家里面 都用到这个C-17 运输机 它怎么灵活化呢 虽然它也是很贵死大的 它是77吨的 它可以里面承载坦克车 卡车 吉普车 这些地面部队 亦都可以 配戴这个阿柏奇直升机 即是有空头的能力 亦都可以投放物资 OK 他这次第一次降落于崇山机场 这个就很有意义 OK 第一 Official 美军降落台湾机场 第二 是这架 即叫做有作战的 配备能力 或者军备配备能力 C-17去到崇山机场 那 意义上 当然就是美军 会回到台湾 实质上 亦都要 等崇山机场 或者是台湾那边 去习惯 适应 和尝试 去跟美军 去有一个 叫做 虽然是纯粹空军降落 就是很简单 就是下架飞机 但是 也叫做有个开头 这个 再多重意义 OK 最后一个意义 其实就是 将疫苗方面 就是说 台湾不用担心了 OK 美国已经将台湾 放在首轮 发放疫苗的国家 美国说过 他会在第三季 已经发放8000剂疫苗 其中 大约七百万剂 就丢去亚洲 但问题就是 七百万剂 你亚洲有多少国家 多少人口 台湾作为一个 算是 比较发达的 一个 国家也好 地区也好 你怎么意思 和其他国家去抢呢 但是 美国就得 给你一些 顶着鸡头 有七十万剂 加上日本的百多万剂 加上接近二三百万剂 就被你打了一回合 那你之后的回合怎么办 这就看蔡英文政府继续的工作 OK 好了 这件事 当然是令到 对岸那边相当之憤怒 有些人是很坏的 就拿回上一年 8月831的 有一篇《环球时报》的报导 那时候有什么报导呢 就是说一年前 有一架美军EP3E的偵察机 就怀疑在台湾起飞 环球时报 那时出了这样的标题 就说 需要给蔡英文当局一个根本性的警告 他说如果台湾和美方已经做了 军机在台湾升降的安排 这件事是非常之严重 已经踩到大陆维护国家统一的红线 如果大陆掌握了确实证据 那这次真的确实证据 一架US Air Force落在重山机场 OK 可以摧毁相关机场 即炸爆你的机场 再炸爆你降落在该机场的美军机 台海战争将就此打响 我觉得很坏的 不要拿回这些文章来说 我们当然不想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希望台海继续维持和谐稳定 所以拿回来说这些挑衅的说法 就不太好 好 这次 稍微重复一次 这次是一个美国的官方三人参议员代表团 他不单是参议员 他还是两个是军事委员会 一个是外交委员会 而三个都是之前很多有台的方案里面 是投赞成票的 三个都是跨党派友好 今次来 还要坐着C17第一次军机 降落重山机场 再加上这个在疫苗方面 就给台湾75万剂 所以对于蔡英文政府里面 今次可能会挽回一些分数 蔡英文政府现在面对的难题 就是快点控制疫情 还有下一回合疫苗 就是打了三百万剂之后 你下一回合会怎么算呢 好 今集的情况差不多 感谢大家支持 想留意更多的评论和新闻 可以进去小弟的Patreon平台 我们下一次的World War Journal再见 拜拜 多谢大家收看World War Journal世界大战三 印太之前我们的新闻报导 如果想支持我们的新闻台 继续做专门的报导和评论 当然是要Like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以及最重要的就是加入小弟的Patreon频道 Patreon平台每天有最新和独家的评论和报导 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加入C1分导Patreon 多谢支持